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车技西瓜 那今天我们又来试车了 那今天试加的视频主角呢 就在我面前的这辆华为问界M5纯电版本 那除此之外呢 它也有一个增程版本 那二者最大的区别 或者说你从外观上一眼就能分别出来 就看车头就可以了 增程版呢 它前面因为有这个近期格山 它的这个中网会更加面积更大一些 那纯电版呢 它的这个车头基本上就是封闭起来了 那这边就可以一眼就可以直观的观察出来 好的 那还是照例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款车型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今年的新能源车市场 那从1月6号特斯拉官方降价 Model Y降价到259,900以来 那问界其实是第一家新势力品牌宣布降价的 那1月13号 它就官方的对自己旗下的一些车型的产品进行了降价 像我们今天试驾的这辆这个问界M5的这个新能源版 它的降幅基本上是在3万块钱左右 基本上是和Model Y对标的一个价格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辆 它是一个四驱性能版 指导价应该是289,800 然后搭载的是一个80度的电池 四驱 外观部分的话简单给大家看看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市场 整体的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像这个大家都用上了大尺寸的轮毂 这辆车20寸的一个轮毂 比如说像隐藏式的门把手 比如说像贯穿式的尾灯 在这辆车上都是一应俱全 那现在的很多车的造型 你老眼一看基本上都是这种造型啊 所以说我觉得外观部分 大家人见人至见智 我个人觉得的话给个中品吧 就这辆车看上去不会特别惊艳 但也不会说它长得丑吧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这样 我们还是抓紧进入车内 给大家聊聊它的一个静态 以及动态的表现部分吧 照例还是给大家扫一圈 这个华为温健M5这个内饰氛围 给大家感受一下 我觉得它的配色还是挺有意思的 外面是粉色 里面是红黑配色 确实比较受小姐姐们的喜欢 然后就它的内饰做工用料 也是比较的好 手能触碰到的去 基本上都是软性的这个皮质材质的覆盖 我觉得是高级感上面这一块 做的也是比较的到位 然后配置方面也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我觉得它的配置也是比较的顶 比如说前排的座椅 加热通风按摩 比如说这辆车的这个360全景影像 全景的大天窗 L2级别的辅助驾驶 包括因为是跟华为深度合作 19个扬声器的华为调教的音响 实际的听感也比较的不错 后面给大家放一下 所以说配置这一块 新势力这一块 你基本上不用担心 然后车机这一块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比较常规 中控的一整块大屏 加上一个仪表盘 然后这块中控屏呢 可以给出一个明确好评 它的可视角度亮度色彩表现 都非常的细腻 基本上在行业当中 应该是一个绝对的T1的存在 然后如果你使用的是华为的话 因为它是鸿蒙系统 如果你用的是华为手机 还可以跟你的手机有一些互联 我觉得是一个 它非常大的一个卖点 那即便你用的不是华为手机 它整体的菜单逻辑 包括它的这个帧数响应速度 也是行业当中一个比较好的存在 这就是功能区这一块 下方是手机无线充电 也是华为深度合作 可以支持华为的手机无线快充 包括可以支持风冷的散热 细节层面也是有做到位的 下方是Type-C的供电 以及USB供电 它这个Type-C供电 最高可以到66瓦的一个供电 笔记本移动设备充电都没有问题 本来我以为它下方 是一整个掏空的空间 但实际只有侧边这一块 然后中控的话是有两个杯架 这边是中央的扶手枪 整体的空间表现的话 我觉得一般般 补充了一些它的一些配置细节 我觉得也是比较打动人的 比如说这个比较常见的化妆镜 它首先它的尺寸比较的大 再一个它可以调节色温 甚至亮度的调节都可以 我觉得有的时候 打动消费者的正是这些细节层面 副驾驶的化妆镜也是有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 也就是它的这个座椅的乘坐表现 首先是它座椅的造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是比较的高级 对吧 包括主驾驶这边 甚至还有头正的音响 但是座椅本身的乘坐舒适度 我却觉得比较一般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是这辆车的坐垫 比较的短 大家可以看到以我的驾驶坐姿 就是它的轻角已经调到最高了 但是你的大腿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会悬空 这应该是我近期试驾过SUV当中 坐垫最短的车型了 所以说如果你的身材 个子比较高一些 或者你腿比较长一些 我觉得开这辆车的大腿的乘坐 是比较的不好的 然后靠背的话也有些顶腰 也就是说这个座椅的模型这块 我觉得这个改善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就是整个前排的内饰氛围 包括这个车机功能都挺不错 但是座椅本身这一块舒适度 比较的一般 我觉得强烈建议后续车型 可以把这个问题改善一下 坐垫比较的短 大腿承托不到位 OK我们接下来来的后排 然后让我们来到第二排 这个华为温鲜M5纯电版的 这个第二排的体验 包括前排体验 它可能这个承托表现和这个 增伸版都会略微有些区别 大家请问参考 那第二排的表现呢 我觉得在这辆车上 或者说在这个价位当中 也是比较的一般 首先地台呢几乎是纯品的 这点还不错 问题就是它的腿部空间 一个是比较小 那以我的身材呢 腿部空间一圈左右吧 比较的狭窄 第二个就是它的坐垫 也比较的薄啊 就这么点 然后这个坐起来 会有一点点像小板凳啊 就以我的身材 这个大腿会有很多一部分 是悬空的一个一个坐姿啊 所以说如果长座省座的话 肯定不会多么舒服 靠背的话 其实是比较的舒缓的 靠背的这个座椅材质 包括填充物 都是比较的舒服 唯一的问题就是 坐垫的轻角不够 然后本身的坐垫比较薄 头部的空间的话 是异常的宽广的 头部空间非常非常够用 唯一的问题就是 腿部空间 以及这个对大腿的沉托 不是特别好 如果你后排 乘坐个子高一点的 成年人的话 就不会那么舒服了 然后数据性配置方面 这边的中央副手枪啊 搭着还是挺舒服的 这边也有杯架 这边也有储物空间 然后第二盘也是有 独立的出风口 以及下方 一个18瓦 一个66瓦的Type-C供电 那数据性配置这块 就是这样 后部箱空间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华为问键M5 这个后备箱开启按钮 也挺有意思的 是在这个后雨刮器位置上 隐藏式的 开启以后 也是一个电动的后备箱 后备箱空间的话 其实本身的空间还不错 无论是横向还是竖向 空间还不错 问题就是 它的地台高度会比较的高 那SUV车型呢 如果地台高度比较高 它的这个搬运行李呢 就会比较的 没那么方便 所以说 整个后备箱的表现 我觉得也只能给个中品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辆 华为问键M5开起来给大家聊聊 它的一个动态驾驶感受 首先夸下它的 就是这个前排的驾驶者的 这个视野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作为辆SUV车型 它的坐姿可以调节的 相对来说比较的低 然后即便最低以后呢 你这个前挡的这个视野 或者两侧的视野 都是比较的好 开这辆车 你会觉得盲区比较的小 或者说觉得这个车身 是比较的紧凑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这种这个驾驶视野的 然后说它的这个驾驶质感 首先我们今天试的 这辆是四驱性能版 它的绝对动力是比较的强劲的 0百加速只需要4秒多 你去试驾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 你都不用踩到底 你只要踩过一半 你就能觉得 它这个动力储备 是比较的强劲的 满足于它的消费人群 是完全全没有问题 我甚至觉得都是有些过剩的 好的 接下来来说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 也就是日常驾驶的感受 因为买这辆车的人 我觉得更加还是注重这种 日常家用这种驾驶感受 我觉得也可以提出好评 这辆车的这个油门踏板 或者说电门踏板 它的这个比例感做的是比较好的 前面我们说了 它的绝对动力很强 但是你开这辆车 你可以日常代步 试驱试一试 这种低速的加减速 或者说这种中段加速 它的比例感做得很好 也就是说 你想这辆车舒舒服服 代步开 也是可以做到比较的惬意轻松 你油门踏板只要踩过三分之一 就可以控制好 它在市驱代步的这个过程了 比较的惬意轻松 我觉得可以提出好评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来说刹车感 刹车脚感也给个好评 就是整体的这个刹车力 是比较的线性均匀 而且本身它是电制动 然后再机械制动 我觉得二者的这个衔接匹配 作为这个华为 或者说问界品牌的第一辆车 我觉得做的是比较好的了 就是你平时 你第一次开这辆车 你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 也不会说这个刹车脚感 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硬 特别的软 或者说制动力不均匀 我觉得在这辆车上的话 做的还是不错的 第三个我们来说转向手感 转向手感 然后方向盘这个皮质包裹 也是比较的细腻 首先是卧室手感比较的不错 再一个就是说转向手感 我觉得以它的这个消费人群 也可以给好评 低速比较的轻盈 你比如说你低速挪车 掉头 然后这个回震力矩的增加 也是比较的细腻高级的 然后随速随角度的增益也有 整体来说这辆车 你作为一辆家用代步车 这个转向手感 可以提出明确的好评 没有问题 然后它的这个转向力度 也是可以调节的 因为是心动员车 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群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来说底盘的表现吧 底盘的表现 我觉得就比较的一般了 给个中频甚至是中差频 大家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 尤其你可以在路面上压个井盖 或者说过一些那种细碎的这种 连续起伏的路面 我觉得它的车身姿态比较的不好 就是你过了一个路面以后 你明显感觉到车身的左右晃动 会比较的明显 我觉得放到现在的这个市场来说 就比较的一般了 有一些的这个廉价感 或者说没有什么高级感 开起来这个车身的晃起伏晃动 是比较的明显的 然后在你过一个减速带的时候 也会觉得这个悬架会有些的颠 以它的价位来说也不能给好评 所以说底盘的表现 如果以一个家用舒适代步学校来说 我个人觉得只能给个中差频 这是我觉得开下来比较明显的瑕疵 当你过这种路面的接风 你能感觉到车身左右明显会晃动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最后说隔音形式品质 这个我觉得可以给一个中好评 就算不上最安静的那一档 毕竟它这个价位限制 我觉得它也并不是定位特别特别高的一辆车 整体来说它的价位也是30万以内的车型 我觉得给个中好评没有什么问题 低速城市代步都是比较的安静 加上它的音响效果是比较的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辆车开起来 这种声音维度的行驶品质方面 可以给个好评 开着这辆车在城市当中代步 听听歌还是比较的惬意的 以上就是所有的动态驾驶感受方面 这些分享 除了底盘表现 我觉得是明显的拖后腿的方面 其他的方面 我觉得这辆车开起来还是真不错的 前面有给大家说 这辆车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在车内 应该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19个扬声器的华为调教的音响 给大家简单感受一下 好 确实还是非常厉害的哦 好的 照例还是给今天视频做一个总结 在我这两天的试驾体验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华为问家 M5EV纯电版 它是一辆优缺点 特别鲜明的辆车 它的动态驾驶感受 除了我觉得它的底盘 会有些红红优优 会觉得有些晃悠以外 那持续表现这种开起来 还是比较好的 或者说开起来有一定的高级感 开起来比较惬意的辆车 但是静态表现 我会觉得它比较一般 尤其是前后排这种座椅的表现 前排的坐垫比较的短 对驾驶者的腿部承托 也是不太够的 后排就更不用说了 有点像小板凳一样的体验 然后整个车的空间利用率 也不算特别的高 所以说具体这辆车的表现如何 还是得看你自己的需求 这辆车有些细节方面 我觉得也是它一些亮点 比如说它的车机 红萌系统 一些这种风能 手机无线充电 Type-C供电 算是它这些小亮点 如果说你是一个 对智能化的程度要求比较高 对华为品牌本身 也比较信赖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辆车 对你来说还是有些卖一点的 如果你对空间表现 更加看重 对这种沉重的舒适度表面 更加看重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实际的 多看一看 多对比一下 最后还是建议小伙伴们 实际的去多试驾 多对比 多体验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一定不要忘记关注转发 我是车日记西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